早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柏軒 今天到7月27日 我們港股連線的時候 港股今天又繼續高開例 現在做22,245點 升116點 看回日經那裡 其實它都是再上升 收報了16,680點 上升了過28點 美國那邊亦是上升 升了大約12點左右 我們今天有甚麼策略 會怎樣部署 請來我顯身公的部署 請在中國的地方 升下市房 幾月早晨 早晨 昨日美股也有偏遠 因為看到日圓也有一定的升幅 所以令到市房也有些壓力 但是今天香港回來 似乎是有些戰略的狀況 在內銀股 內險股 接力就抽到自在 其他一些都是反覆地在上面徘徊的 當然也是為了 可能明天會有結算的情況 今晚 美國聯署局那邊也有這個意識的結果 主要是看日文出來說甚麼 那 上來的這些位置就轉了倉 結算可能就降低一些結算 反而之後看看市場的走向 可不可以穿上 譬如22,200這些位置 在樓上可能會繼續強勢 否則可能會有些回饒的情況出現 這個可能也有這樣的機會出現 所以大家在做法上 都是有微雨籌貌的情況就會好一些 因為個別的辦法也看到 即使他們都會轉得很快的 有時候你看到一些澳門的博物業的股 其實只有一天的上午加半腳下午的升幅 所以變化這麼快就好像刀爛 讓你去做一些過夜農作 現在唯有真的我覺得 官網的態度為主就好一些 因為都上了這些位置 也開始就感覺就開始都會是想買貨 變了在這個情況之下就有少許擔憂了 明白 要看後市能否守回到12月至1月左右的高位 後機會說是22,200這些位置 可能會有機會看好一點 但仍然適宜觀望今晚意識的結果為主 另外機會有甚麼補充呢 暫時就沒有了 當然你說今天在美市 因為在於明天結算 你說做一些 可能明天到期的職業期權 去駁回今晚的縣處局的結果 都是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以目前的水位來說 例如向上市有些224的營購 下面是220的營沽都可以的 明白 投資者記得可以留意有少少的選擇 今天多謝Gary的分析 以上有沒有需要申報呢 沒有的 OK 好 後來交易日 我們再跟大家見面